欢迎收看由雷科技推出的Brookin News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刷爆科技圈的是什么 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了苹果的一份新专利 根据该专利显示 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摄像头和必备传感器阵列完全藏于屏幕下方的智能手机 借此实现真全面屏设计 在这份被公开的专利中 苹果还强调称 这种方案特别适合用于覆盖全玻璃或显示屏的产品 从图片可以看到 苹果主要在正面屏幕的右上角进行开孔 但具体会在孔内塞进哪些传感器 苹果并未提及 有分析师认为 凭借多年来与康宁的良好关系 苹果未来的真全面屏iPhone 可能将会采用来自康宁的DVTS玻璃技术 此前一直有传闻称 苹果将会在2019年的新iPhone中实现真全面屏设计 究竟这份专利提到的技术会不会运用上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